哈喽,大家好 听说提拉米苏有个非常美的爱情故事 还有勿忘我带我走的美好寓意 明天就是情人节了 正好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提拉米苏的做法 许会了送给自己最心爱的人 配方记得收藏 首先把吉利丁片放凉水泡软备用 但轻蛋黄分离 我们只用蛋黄的部分 在蛋黄中加入细砂糖 快速将蛋白搅打至细腻发白的状态 再将打好的蛋黄放到热水中搅拌加热 对蛋黄进行杀菌消毒 再将马斯卡棚加入蛋黄中 继续隔热水加热到顺滑的状态 接着再把提前泡好的吉利丁片加进去 继续隔热水软化 完全融化搅拌均匀 准备一个碗加入淡奶油 搅打至六成发出现纹路即可 再倒入之前准备好的蛋黄糊翻拌均匀 提拉米苏最重要的就是咖啡的味道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下咖啡水的部分 浓缩咖啡粉加入温水 再加入少许咖啡酒搅拌均匀 准备一个六寸模具 在底部铺一层沾满咖啡水的手指饼干 再倒入二分之一的提拉液 然后在中间再铺一层沾满咖啡水的手指饼干 最后再将提拉液全部倒进去 晃平后放冰箱冷藏4-5个小时 冷藏后用吹风机吹一下模具的周围 模具就可以轻松脱下来了 再将蛋糕转移到盘子上 用筛网先在表面撒一层防潮糖粉 再均匀地撒一层防潮可可粉进行装饰 这样我们的提拉米苏就完成了 感谢观看